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林队 怎么样 周边都问过了 没人见过他 监控呢 这栋楼肯定是没有 小马他们 已经去对面那几栋楼检查了 这地方太老了 估计够强 报厅老板走了没 没走的话 让他带你言论摸一摸 看看有没有别的坦头拍到他 行 我们现在就去 赶紧去 梁洗面 一个比一个差 这种情况常见吗 里边是怎么样 有明显被插握的痕迹 现场应该有点意识 估计很难找到别的线索 找过 找过 请 谁呢 赵床松车里发现了一些东西 您向北朝 在车上我们发现三组透过 其中最长的一组 在后座上发现的 应该是李佳佳的 其他两组 如果幸运的话 应该有凶手 对比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尽快吧 不过有一事很奇怪 我在检查赵床松的时候 发现他也被别人用过迷药 而在他身上采的迷药 和这里面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 是不是因为时间久了的缘故 不会的 赵床松被那种迷药喷射过后 整个人的意识虽然保持清醒 但是身体 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陷入麻醉状态 而这种呢 就会让人 慢慢地进入太远状态 这两种东西 不是简单的 浓淡程度的不同 而是本质上 原材料 和工艺原理的差异 凶手为什么会搞这么复杂 准备两种迷药 这个我也不懂 赵哥 老大 接对面两个监控探头 应该能拍到凶手 拿到了吗 刚确定啊 监控是开车的 晚一点可以拿到视频 行 林队 今天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 老蒋 你赶紧动 那我们早点收 好好好 我先忙了 我们也快了吧 好 这是什么赖头 凤母都是市里当官呗 有点甚 老板 我和老方都跟局长聊过了 只要这家伙可以 局长说同意你回来重新调查 要不 可以 咱俩了 好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你不是要一起回来调声吗 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 你在我家楼下 对 看你下楼吧 是谁跟你说的 我住这儿 房案上有写啊 我就住隔壁酒店 挺近的 过来蹭个车 局里没给你安排地方住啊 安排了 宿舍住得不习惯 先住酒店了 我们这是个小地方 脏乱了点 还行吧 你是专门为了这案子来的 嗯 还是有别的什么任务 哪有什么任务 能把这案子弄明白就不错了 不过有一点我一直没想明白 你说如果案发当晚 开车的不是赵长松 那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还跟你聊半天 这个我也没想明白 她女儿也没听出她的声音 跟她通话的时候 对方好像一直都没有说话 这点就更可以啊 谢谢啊 谢谢你啊 同意我回来继续调查 你可别误会 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王菊的意思 昨天事她知道 她觉得还是你更适合干这个 所以才让我联系你 让你回来领导大家 我没办法 以后还得替你拆训 你跟她什么关键 开玩笑的 别介意啊 对了 监控拿到了 昨天那个小区对面那栋楼的 说拍到一切东西 老大 这是街道对面监控拍到的 注意看最远处 车子旁边那个男的 是 这么远 哦 等一下还有 这个 这个近一点 基本上都是背面 我已经逐针看了 从头到尾都没有露过来 而且画面也不是很清楚 能处理一下吗 已经弄了 但是他们现在还在是 报庭老板那边也确认过了 从体型上看 当时经过他报庭的 应该就是监控上这个人 不是照常送过 李佳佳的试检报告出来了吗 在这儿 大体和现场的调查的差不多 总之呢 他当时被打的就是 不过有一点啊比较可疑 就是除了他头部被打以外 凶手其他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也没做 光小爷 反正现在看着是挺奇怪的 车里找到的头发呢 正在验 还需要点时间 催他们快一点 老刘 一会儿你和小马去查一下 案发当晚 赵长松车辆的行驶轨迹 看看凶手 是什么时候盯上他的 算了 我跟你一块儿去 小马 你联系一下网页车那边 查一下赵长松 当晚的活动情况 老大 他们那边 不一定会配合我们 今天一大早 就有很多人 到网页车公司外边抗议去了 他们的总部 也通过市局向我们施压 要我们尽快公布 赵长松的死因 局长也觉着 如果这事和网页车 没关系的话 是不是可以先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 我们一个字也不能对外公布 否则只会越来越乱 局长那边 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 网页车呢 我去吧 顺便探探口碰 老刘 帮我摸摸赵伟的底 看看这个人什么来头 查办 行 有 邵主管 当时就是他接的电话 你好 你好 贵姓 姓周 坐 听说那天晚上 我们队长火气很大 确实有点 他有什么违规行为吗 没事 你正常说 他也威胁过你吗 其实也还好 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着急嘛 能理解的 这是给我的 是 现在我们公司 因为这个事情很紧张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 帮你们把这事给了着 这是赵长松这一年以来 在我们平台上的所有工作记录 上面记录都很详细 可以 案发当晚他一单都没有接啊 没 整个晚上都没有 一直到半夜三点 才第一次登陆我们的平台 这什么意思啊 哦 这是被取消的订单 你看 这儿 这显示的是 他在接到李佳佳那个订单之前 他被人取消了一个订单 三点第一个 三点第一个 喂 一直到凌晨一点左右收工回家 但案发当晚他一单都没有接 一单都没接 你是怀疑 没错 他被控制的时间 我怀疑 我怀疑案发当晚他一出门就被人控制了 所以才一单没接 而且凶手很有可能提前摸进了他活动规律 一早就在他家附近等着 目的就是要控制他 然后伪装陈他去作案 而且案发当晚李佳佳在上车时 赵长松应该就在车的后备箱里 师傅你好 还有 凶手在接走李佳佳之前 曾拒绝过医院另外一名护士的订单 拒绝 能联系上这个护士吗 新闻里不是说你们都已经抓着凶手了 还想知道什么 没什么啊 死了 为什么 如果那禽兽没逼着我取消订单 死的人也就是我了 我可不想再像之前那么活着 他逼着你取消的订单 为什么 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取消的 他给你打电话取消的订单 你见到他了 隔着窗户远远看了一眼吧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是他们 这个 不太像吧 那天天挺黑的 而且 他好像戴了个帽子 这个呢 这也太模糊了 但是这个身形 好像跟他差不太多 谢谢 谢谢 你认识李佳佳 我们一个科室的 那那天你们是同时下班的 最近我们都是三点交班 最近你们都三点 最近你们都三点 最近你们都三点交班 嗯 几个人值班 一般就我俩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你好好再想一想 你们那天通电话的时候 他还有说别的吗 别的 好像也没有吧 哦 他当时接电话说让我取消订单 说他那边取消不了 还说要接别人 他说他要接别人 对 我当时特别生气 你说你要接别人 你还接个屁的单啊 而且我一出门 就看到他车就停医院门口 那我不是旁边有出租 我肯定找他吵架 凶手登陆网约车平台的时间 是两点五十三分 也就是说他目标 应该是三点下班的人 医院晚上进进出出的人 又很少 他却拒绝了 郑佳怡的顶单 为什么 他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李佳佳 这个郑佳 大姨更年轻也漂亮 他连面都没见过 就需要他定带 或许他有自己的爱好呢 郁佳发行身材样貌 男人只喜欢更年轻的 喂 伯伯 怎么了 喂 姚马 在哪儿 我刚到家 你马上去档线医院 现在啊 我刚拿着外卖 你去查一下李佳佳出事当天 医院里有没有出现过 什么可疑人员 整个医院 你说呢 王一生是吧 马警官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红院长让我来配合你调查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我们会全力配合 你们这儿的每个区域都有监控吗 对 公共区域基本都有 那外面有吗 门口有一个 门口也有啊 门口就一个 不许多 还真是啊 除了这个位置还有其他的吗 停车场还有两个 先看这个 自开今天的还是昨天的 23号往前 李佳佳是家中的独女 她的爸妈以前都在银行上班 她的老公焦伟民是洪护证人 父母都去世了 有一个弟弟呢 一直在安徽做生意 他们结婚已经六年多了 但是一直没要孩子 案发当晚叫的名字呢 他那天晚上去了郑州坐的飞机 那天晚上 对 案发之前 他干什么去了 从体型上来看 凶手应该不会是这个性交的 而且如果车是他开的话 李佳佳不可能认不出来他 对了 林队 之前在赵长松车里找到的一些头发 和在他被杀的房间里找到的是同一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 现在技术课正在分析 什么时候有结果 最快逐流 喂 老大 监控查到了 李佳佳出事之前 有一个男的一直在跟踪他 而且先后出现了好多天 他应该是早就被盯上了 你这边等到的 还是想要把它换回来了 你这边就别问了 你那边编身 你那边编身 要在哪儿 要在哪儿 你那边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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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顿用的 来 你们请便吧 我去给你们倒点盒子 见人见过吗 从来没见过 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我们发现在男人出世之前 这个人一直在跟踪她 出世之前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怀疑你二人的死 不是巧合 有可能是徐医谋杀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别激动 现在情况我不太方便跟你多透露 你跟我聊聊你爱人 看她 拍了不少广告片是吧 都是拍着玩的 在电视台认识几个熟人 为什么事的时候 就过去帮着拍一拍 赚点零花钱 你没要小孩儿结婚以后 她身体不太好 所以结婚这六年 也一直没要孩子 喂 老刘 什么 医院跟踪李佳佳的嫌犯身份 已经确认了 叫黄盛龙 就住长康路三十三号 矿业家属楼四单元一六三号 离你们哪儿一起 好 我马上过去 喂 你好 县公安局 林队 有你电话 喂 哪位 林队 我是县人民医院的 王护士站 我们是先见过面的 你好 有事吗 是这样 我们今天整理 严调一软成物柜的时候 发现了一艘信 好像是给你的 给我的 你好 这是黄盛龙家吗 有事吗 你好 我们心领队的 人在家吗 出去了 去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 一大早从头忙忙就走了 你们干什么 林队 你好 护士站 是这样的 昨天我们清理了 李佳佳的橱櫃 准备拿给新来的同事用 可是他今天一打开柜子 就发现了这个 你们有人碰过吗 没有 姚伟明和黄盛龙 看来他俩是认识的 老刘 查监控 看看是什么人放在这封信 喂 对 是我消息 我刚刚确认了 二十三号李佳佳出事那天晚上 焦伟明确实是买了一张 晚上八点飞往郑州的机票 但是根据机场的记录显示 焦伟明根本就没有上飞机 有没有改进记录 没有改进 高铁 车站确认过吗 全都查了都没有 焦伟明二十三号那天 根本就没离开凌川 他之前一直在撒谎 知道了 等等领队 还有事吗 刚刚系统显示 焦伟明买了一张 重庆飞宁波的机票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八点十分 喂 老大 段焦伟明 探餐室背后中复 儿子 救命 救命 低头 跳 跳 跳 放下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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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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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打电话 不会挂了吧 小二位 别动 站车 先跑 喂 老大 在洪峰酒厂这边 那小子抽里有枪 小二位 别动 站车 开枪啊 小二位 大平均一开始 小二位 小三位 两位 赵伟 站点 你没有见到一个藏着流血男的 您等等 我找你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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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看到头上流血的男的吗 没有 经验室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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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在洞贵的卡车右侧 就在你前往右手边 手里面有脚 应该没有了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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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哪儿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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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清安 再不进研究堂了 听了 好 你 你不是要抓我吧 我让你抓 我就发到了 快 driving 快回来 快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越轻越看不清楚 像一本熟悉故事书 真像在渐渐模糊 像冬天情片极了雾 想成多束缚 有陷入逃不开的枝枯 世人都有错 却不是都渴望灌束 每个人是你的幸福 藏匿在灯火阑山处 挥霍掉几年泪月的赌注 体会吹声顿足的领悟 等到惩罚被解除 才只剧生命本痛苦 再只剧生命本痛苦 这城市鲜花的陌路 只残留安心的孤独 谁知道这城市鲜花的陌路 谁知道这城市鲜花的陌路 其实是深不由寄的忆度 是深不由寄的忆度 用尽全身携首 使之所走不处迷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